歡迎大家來到香港這一天 立法會今天就國歌法的草案恢復疑毒 警方就事先張揚了 昨天都已經很高調地說 動用3500個防暴的警力 要防止一些示威者包圍立法會 目的都是要嚇怕他們 走近都不敢 今天整個區都如臨大地 但是今天市民就繼續上街 可以這樣說 回應了郭歌義勇軍進行局裡面的第一句歌詞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要向中央和林鄭政府的暴政說不 不要港版的《國安法》 不要一國一制 歡迎上我們的Facebook 講一下今天大家怎麼看今天的市民 都真的不害怕 還有年輕人 還有學生都有 講一下大家的看法 聽說都已經拘捕了接近300人 可能全天都不知道這個數 在今天開會之前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建記者 講到《國安法》 不好意思 講到《國歌法》 就說 這個是義務來的 香港人應該有什麼道義責任 尊重《國歌》 就說這支《國歌》 只是46秒而已 46秒而已 就說 只要你不公然侮辱《國歌》 就不會墮入法網這樣說 張建宗不知道是真不知道還是白不知道 就因為其實市民上街 都不純粹是因為這46秒 這46秒的《國歌》 就都幾清楚了 其實都是因為 心態都因為這支《國歌》裡面的那句說話 不願做奴隸 所以要繼續 起來一下 要對這個中央政府 林鄭政府 就是現在所做的暴政 就是說不 很多朋友可能都看過 網上有張照片 一個中學生女生穿著校服 背囊裡面有一張標語寫著 究竟我們還有多少自由發聲的時間 可以有多久呢 那就都很反映到 今天香港不少人 特別可能一些學生 年輕人的一些心態 還可以自由發聲多久呢 所以不想這樣的話就上街了 反修例去年6月開始 一直稍稍降溫 但是接著 市民的路火其實都沒有吃 所以就一疫情稍稍援磨了 就回來了 可以這樣說 另一方面是因為五大訴求 還沒有落實 而另一方面呢 其實過去那一段期間 過去那三幾個星期 一連串的事件都可以這樣說 變成了一些助言劑 不斷火上加油 隨便說出監警會的報告 接著就打壓港台 打壓一些傳媒 另外 連這個DSE的考試歷史科 一科的一條題目 都被DQ了 很多學生其實相當之憤怒 然後立法會內會選舉主席 最終就是建制派 都相當醜陋 搶回主席 這一堆東西都是不斷地火上加油 最後 所謂落駝 背脊上面最後那根稻草 就是這個港版的國安法 市民的憤怒 可以這樣說 就是到了一個爆炸點 這個港版國安法 本身就已經相當大的問題 就是違反一個 兩制港人治港 23條明明說了自行立法 這樣怎麼說得通呢 另外本身 程序很大問題 另外內容也都很恐怖 裏面說到那些說 顛覆 不只是23條 那個顛覆 中央人民政府 還包括政權 政權就可以很闊 林鄭政府都可以說是政權的一個部分 然後就說到國安要在香港來執法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林鄭都公開說了 就是不會在香港搞諮詢 那個港版國安法的草 基本的內容 其實都已經嚇得死人了 還怕你嚇不死 這一兩天還傳 明天這個草案就會通過 肯定 還說會再加料 加些什麼呢 就是 顛覆行為 都要再加上顛覆的活動 活動 真的闊得不得了 很多人很容易就會中招 然後就是 傳出來說外籍的法官 就不可以審這一類的案件 今天張建宗被人問到這裡 都不懂得回答 還是根本就是 都真的不知道 因為就是 三千多個人大代表在北京開會 其實在談什麼人都搞不清楚 政府那個 那個 那個態度 我相信 就是令到 那些人會覺得 就是現在 就加上中央政府 就做一個叫做 加大的恐怖版 就 要懲罰 香港人 香港人 忍無可忍 今天 所以又出來了 香港人 就已經對林鄭政府 都已經徹底失望了 其實 官員自己都說不清楚的內容 但是 只是不斷地跟你說 沒事沒事 只是一小撮人有事 然後就 什麼都沒有影響的 甚至說沒有影響 經濟的金融 市民憑什麼相信他們 這些說話呢 然後 現在就硬推 中央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就用了一座 內地搞政治運動的方式去推 所以 輪流出來表態 今天 富商李嘉誠 都要表態了 無可避免 但是仔細看回他的回應 其實都沒有支持 立法這兩個字的 只是一個希望 希望立法就會成功 成哥 這些回應都真的很小心 看到親中團體過去這幾天 搞一些簽名運動 那些司局長都下水了 下去簽名 那個策略都很清楚了 要抓一班人 就打另一班人 就抓一班群眾 就打另一班群眾 這樣的管治 其實都 管治道德可以這麼說 都徹底的破產 張建宗今天還不斷地說 沒有影響到金融中心 沒有影響到香港的經濟 什麼什麼 然後早兩天 林鄭還說樓市很好 很多人還入市 她兩個 會不會為她這些 唱好的言論負責呢 相信她的 將來朝頭攬額的話 可不可以找她算帳 林鄭由搞這個逃犯條例修訂 到搞到香港支雷破碎 可以這麼說 現在到了無法管治的地步 那麼中央呢 就真的以破釜沉舟的決心 以不惜代價這樣的方式 推推這條國安法 其實都是不知國安這麼簡單 希望其實搞得好 要鎮得住香港 那個方法 那個方式 就真的好像我們所謂 就是身體有病毒 那麼就喝一些毒藥 就是想殺了這些病毒 那麼結果都很明顯了 香港就是 怨氣大傷 怨氣會大傷 美國白宮的發言人都這麼說了 特朗普就很不滿 那麼就看來可能很快都會有些動作 那麼究竟會不會是 影響到香港的獨特地位 經濟會相當相呢 我相信很快就會知道 那麼然後有個白宮的經濟顧問 也這麼說 歡迎一些在香港和大陸的美資回流 還說會賠錢給他們 那麼這些是不是靠客呢 那麼另外美國 英國 英國 日本 不好意思 英國台灣都在說 會想一下 或者是怎樣鼓勵 一些放寬 一些香港移居當地的一些安排 那麼可能中央也好 林鄭政府也好 都覺得可能這些事情都是靠客的 靠客 那麼我就要跟你豪賭一場 那麼可能最終呢 真的輸到 香港 整個香港都輸了都不定 真的攬炒了 那時候 那麼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好